唐诗三百首 游子吟 孟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林行秘密逢 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灰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慈母手中拿着针线 正给准备外出的儿子缝制衣服 母亲担心儿子走后迟迟回不来 就把衣服的针脚缝得密密的 使她更结实 更耐穿一些 正像小草难以报答春天的阳光一样 儿子怎能报答母亲那深重的恩情呢 再读一遍 游子吟 孟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林行秘密逢 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灰